好,貓叔呢,去完大阪玩完呢 回來繼續打天命啦 其實我也不記得之前打到哪 繼續下去啦,應該先跑衝了這些故事 否則追不上好兄弟的啦 等那個level爬到... 好像說怎樣都要20level以上 才夠打 好,開波,先熟習回家 我要...touchpad touchpad touchpad是變蝕,可以 好,衝 衝衝衝 誰的拳頭是對啦,鐵拳無敵 現在呢,貓叔都一路...每日都... 開始把那些影片...去旅行的影片慢慢放上去啦 那我就盡量把那些影片...去細分啦 吃東西就是一條片,大概兩至三分鐘左右 因為...太長呢...看的時候都覺得悶... 重點,是不是? 貓叔說的,我經常都掛在嘴上邊啦 說話說話說重點 一聲! 怎樣啦,喂? 站在上面什麼啦 嘩,喂喂喂喂,這麼厲害啊 我們...在後面... 在後面...玩我屎屎,你不是吧? 阿~~ 阿來,沒用的 阿,我可以飛的 來啊,借好包,搞定,打頭一流的,打頭一定爆 在這裡,見到一流 掉下來 只有巴黎 之前去旅行又趕時 所以就沒有時間去買那張Capture Card 下星期 下星期貓叔有空 去買那張Capture Card 就可以錄上PS3 跟兄弟一起戰鬥 什麼來的 這支機關槍好用 這支機關槍好用 很夠力 先看看應該是向著 這個方向進發 這段時間超級多人 去日本 有朋友去東京 又去大阪 有好兄弟我走 那天他就來大阪 就是 就是 因為 這個日圓太便宜了 變成 其實你買東西不用退稅 那老婆說 那老婆說 他買那個 在唐吉阿德的店 你退了 都是退500日圓 扭蛋扭了 不要玩 繼續充 這樣呢 其實 其實 那些 旅遊書 介紹的地方 已經有很多更新 其實這本書 雖然說是2015年 其實都不更新 好像 森戴橋那個 森戴橋店 有摩天輪 那間 摩天輪 壞了 不要開 那 什麼事 這樣呢 其實他已經 6月開了一間分店 就在Apple Store 走下去 走多一下 那個街口就會有 我等東西才瘋 六層樓高 層層都超級大 最重要是 你不用迫 因為森戴橋那間唐吉阿德店 那間店是很小的 裡面那些 放得很貼 變成 很辛苦 我走進去 繞了一圈 我都不想繼續走 因為 貓叔好怕 逼人的 那貓叔又放了一條片上去 吃那個 淡老屋的 章魚虎飯 章魚虎便當 但其實呢 他那個淡老屋呢 是 做很多火車鐵路便當 那 他有 他還有 其實有兩個火車便當 是親是值得賣的 就是 一架火車型的飯盒 用 用 用瓷 就是 牙 我不知道是瓷還是牙 不太會分 那 整架火車 子彈火車型的 是 小孩子吃的 尺寸 很小 但是 那個火車頭漂亮 我說 我訂 我訂的時候 我 我打算在那裏買 誰知道又是 搶不到 那當然啦 如果你去 你是有機會是 坐子彈火車由大阪 去東京 或者是東京 下大阪的話 那 你就去火車站買 這架槍 這架槍都可以的 因為它連射 總 你這樣打一串 打下去 僅有兩槍 打在那裏 其實是這架槍來的 按住可以的 不過呢 怎麼說呢 以前有個叔叔 他在內地當兵的 其實他教我幾招武術 我還很記得 在那個腦海裏面 那 推人 你推人 你正面推 你不是這樣推 推這個肩膀 你在旁邊這樣推 變成 去吃你的力 那個人就失憤 即是失憤症 然後 之後你就 咪也好 咪也好 這些後話 他就是 握 AK 開槍 的小技巧 他就說 你開槍是三發三發的 這樣捏 因為 槍 你跳得很厲害 即是你這槍 你後助力 對不對 那你 你捏三槍的話 他 他說 他們的經驗 就是 這樣 那個 那個 準誠度會高一點 因為你 你打三槍之後 你 你會再 Retarget 那你 然後另外 就會節省 子彈 現在最重要的是 省子彈 那 不像是打機 打機 你說著 100多200 500多飛 其實揹著500多飛子彈 在身上是非常之重的 這個 讓我找雷神 問一下 什麼子彈 什麼子彈的經歷 因為雷神 飛機都開過 哈哈哈 如果你將會去日本玩的話 那你 就好像貓蘇說的 上去大陸屋的網頁 那裏 就去訂定那個飯盒 訂定那個飯盒 那就 必定有了 必定有得吃了 先 做人 一定要有plan 安排好了 你去旅行就舒服很多 那當然啦 One Piece那個 One Piece那個剪 那個劇場 我就 去不到我就真的遺憾了 我沒有想到啊 他說 在7月 7月3號開始 7月3號 會會會 不是那個小劇場 他真的有一個 特別要買票進去的劇場 他是7月3號開始 但是7月3號4號5號 好了 然後6號打後 到12號就有 不知道12號好像是 就休息 這一下真的陰到我已經 我就打算 6號 應該會什麼 小人 唉 就這樣陰到 那就沒辦法了 下次吧 總有機會 放心 好 繼續打 繼續打 那 講回去日本的一些小小趣事 坐火車那裏就 嗯 嗯 貓蘇是沒有坐那個 什麼的 那個 板神的那個 板神線 那個鐵人28的那個 火車頭 那個藍色的鐵人28火車頭 貓蘇是沒有坐到的 喂 我跟著去哪裡 那 反而呢我就坐了 慢一點點的線 快的就要三十分鐘 我慢的那條是坐了四十分鐘的 收藍單進去 但是價錢是 是便宜差不多一半 當然啦 因為慢了 不過我覺得 舒服的不用 感覺上是 因為車子沒有人 很少人 還有坐的 都是 說的 屬地人 變成他們 他們在車上 真的不是好 不會說 即使說話都很細聲 變成你會 舒服一點 因為貓粗很頭痛的 有時候 去到比較多遊客區 遊客的地方 我就避開了 我開始的人就很猛 因為很吵 哇 哇 幾個上了年紀的 叔叔或者嬸嬸 哇 真是 沒辦法了 即 完全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是要用那個 戰鬥的 戰鬥的音量去交談 即是太強勁 當然啦 每個人都有一個選擇 射也不用開盾 好 每個人都有選擇 所以 你貓粗 貓粗格言 就是 你不喜歡人就避開 你避開 不要煩 不用 要把他合流也好 改變他的生命 生存態度也好 什麼都好 避開 那就 兩家便宜啦 是不是 你有開心 我是開心 你喜歡叫媽媽 我就 開開心心舒舒服服 坐在列車上 又或者 吃飯 其實呢 在影片裏面 很多時候呢 我都會 去說 說 不要去一些 旅遊書 即是介紹的 那些 那些地方 為什麼呢 我不是說他不好吃 是 太多遊客 那就是會 就是會 變了好像 打擊都不揹 一個菠蘿扔過去 吃屎 嘩打擊都打不死 一都是用手動彈扔他 那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 那些地方 太多遊客 變成了 好鬼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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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變了就 唉 不知道 算了 被避了 當然啦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原因呢 就是 就是貓蘿 想去旅行 就想去得地道一點 那 咦 沒有東西的 所以旅遊書對貓蘿來講呢 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是用來 提醒我不要去這些地方 哈哈哈 大大大啦 貓蘿要戴頭盔啦 其實 那一些 明星 那一定要去的 對 那 那些沒得避呀 那 嘗試一下做 嘗試一下做資料搜集 嘩 一個手動彈爆開 嘗試做多些資料搜集 去旅遊玩的時候就可以 玩得地道 嘗試一下 雖然貓蘿說吵 即是很怕吵 但是 其實如果去到 那些居酒屋呢 那些日本人呢 都很害 都是 都很吵的 都會 在那大叫大笑 他們都會停的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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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所以這家叔叔嬸嬸是不會停的嘛 那這個就是那個 又不是那 就是那個問題所在啦 隔著打不打得的 我這裡可以找進去 啊 吞爆你啦我 好快點 衝進去 好快點 有什麼 有什麼方法 快折得過一槌 一槌 轟白 先 其實我打打後都忘記了我 我 我要 呃 什麼 要打故事模式 哈哈哈哈 那如果 就是朋友 大家都 有去 去買到那個 淡老屋的那個 火車便當的話呢 就拍張照給貓蘇看 因為我覺得真是 我在網頁看就覺得真是 非常之 非常之有特色 但是我想不到下來放什麼 因為牠長條形 給我九分鐘可以 應該打這裏過一過吧 故事很長 阿對喔 牠有盾喔 頂 好繼續打繼續打 借包呢 唉 牠收到還不行 不知道喔 牠在收理中吧 應該差不多吧 這是什麼 發電機 喔 我是不是要Protect 喔又是 又是這些 即是那個Ghost去收理那個東西的時候呢 你就要有很多怪獸衝過來的啦 這個時候你就 把牠們撞回來了 好痛喔 阿 你 你阿B 來啊 封起 運動拳 嘩 厲害啦 差不多了 嘩 還有 地鹽清光了 是不是清光了 為什麼還有人 還要有人打我 你知不知道在後面打人 沒有 禮貌 哥 所以才要 用封起運動拳來 借包你 搞定 輕鬆啊 啊 你當我 你當我的風輕運動拳 流 的 好了清了 今天打到這裡為止 儲了等級先啦 到時高一點點級就 跟兄弟打就不用吃花生 貓鬚繼續再打 那我再貓鬚再想起 在日本有什麼趣事 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按個讚啦 如果想繼續收看就訂閱 貓鬚繼續打天命 拜拜 拜拜